好 走這 走這條 那個草叢都要去種種看 不過拿了五個是怎樣啦 越來越冷了 尤其我們離徹骨的很近了 要是沒有就沒有護符 但憑我們內力恐怕走不到 徹骨旋就在眼前了 好 走吧 有東西嗎 那 那是 這 到底要怎麼會 哦 就是他嗎 無趣啊 無趣 今年的新人莫非都中文沒有看頭 還沒 我還可以再打 小子 我沒問你話 給我閉嘴 你 大家都沒事吧 方才你們前來相助 現在該我們回報了 你們滾開 不要插手 哦 又有弟子來了 但我已經硬了 看來想一個今年又沒找到什麼有趣的 嗯 這股氣是 這股氣的源頭 是你 你叫什麼名字 一天你 你是不是有著很特殊的宮廷呢 想救你其他的同門嗎 那就全力攻過來吧 可別有絲毫的留守哦 請問我 我是車谷試練的特別考官 能接受我指教 是你們的福氣 本次的題目 便是由我先制測試你們的武藝 不過 我可不想這麼快 讓比鬥結束 我就用三層功力 陪你們玩完 可別快快就倒地了啊 他立一切不明 血痕鐵爪 水 好 我覺得我應該在 戰場打他之前先 先補 把血補滿 好 我們快轉好了 好 如果一天你 戰輸的話 這樣就不行 總是生還藝人 武力人差點火候 你將來表現依然值個期待 可別讓我失望啊 一天零 所以輸了沒關係嗎 欸 真的沒關係欸 好 好 這是重打之後 我主角直接補血了 受不了了 先把 雜魚先幹掉 他這一招可以單體攻擊 那就 我現在 欸 沒有蒸氣 先回蒸氣 九十二 九十二 也是蠻痛的 好 先放自己補 嗯 欸 他現在不能攻擊對不對 帶龐拉 先以後面一點 先踢你 太好了 擊敗機關的我方失去大增 攻防防擊力大幅提升了 蠻痛的 先打機關兵 增加士氣危險 等了等了 我們 我們也還能再戰 藍大哥 陳大哥 你們傷得不輕 遠面挑起變好 別勉強 夥伴人在奮賬 我沒辦法袖手旁觀 同感 不過三個月相處你們感情 已如此深厚了 真是感人啊 好暴擊欸 喔這什麼 勉力起身 喔 肉燈爵 OK 等一下 等等等等 OK 單體 還可以 補完之後再 跑遠一點 提振士氣 提振士氣 只有 欸 只有我們有 提振士氣喔 好吧 這樣遊戲的那個 蒸氣還蠻重要的 喔還好 27滴 他怎麼一直防擊啊 怎麼一直防擊啊 喔 帥喔 給豬腳打好了 給豬腳打好了 他現在 OK 周深那招已經用完了 提振士氣 好 我看看喔 再休息一回合 這位置不好 這位置不好 好 我要圍歐你了 58滴 想客 還差一回合 還差一回合 站遠一點 很好 讓我踹飛你 我踹 好遠一點 好遠一點 好痛 超痛 把他血減至兩層 快了快了 反擊 反擊的反擊 竟然以我對招至此 很好 如果作為獎勵 我便用五成功力來試試你們 五成功力 好像變強了齁 好 看一下喔 五成功力 五成功力 先幫主角補血比較重要 好 好 好 相客 沒內力 可以啦這場可以贏了 其實這種戰鬥輸也沒關係 可是你引的話會得到一些裝備 很好的裝備 所以建議都是把他打贏 所以建議都是把他打贏 除角 三十五五 再休息一回合 再休息一回合 快打贏快打贏了 阿 阿 斯坤 最強戰力走了 長經驗的不錯 可惜內功能缺點火猴 你如果沒了這場長法 那就什麼也不是了 你 你 其他人說不知道會有什麼劇情 哈哈哈哈 不錯不錯 看來我可以期待你們將來的表現 然後 這是這個指引禁甲 為了拿這個 這人 這是怎麼回事 他的爪功 竟是毫無章法可遜 總算 等到這裡找一點樂子 前輩 你有目的 別這麼心急 現在的你 什麼也不需要知道 但我們以後 還會再見面的 一天零 可惡 不准小瞎我 小子 你一再的毀我限制 我已經對你失去耐性了 哦 好冷 這是 殺氣 死困有危險 必須做些什麼 但是 經過了連方二戰 還有力氣反攻嗎 快起身 但死困武力甚高 如今連他都身陷危險 真有能力救他嗎 朋友有爛 說什麼也要救 然而 明明不會武藝 為什麼還來參加春教試驗 何必至少苦吃 把自己逼入險境 因為要敗入蝦影閣 說起來 到底為什麼要來到蝦影閣 因為我要實踐我的蝦盜 不自壓力的小子 給我死吧 這個內襲 這 好像內襲 是閣主 不對 這不是閣主 是 是誰 一天靈 前輩 修得傷人 不 不可能 怎麼可能是你 新的特質 混沌氣骸 啊 好像 就像當年的楚天斃 那樣強悍 那樣惹人限度 不對 因為當年的楚天斃 還更有潛力 僅止如此年紀 就有這麼強大的內襲 要是那裡繼續成長下去 究竟會變什麼模樣呢 雖然還未成熟 但是好想現在就 欸 這 這是西索嘛 有沒有 大家有想起來嗎 獵人事件不是 西索的冒充特別考官嗎 他就是 演他的樣子跟語氣 這是西索嘛 又有掃心的傢伙來了 小子們 沒事吧 欸 又是你 您當真是每年都要搗亂一次嗎 好不容易應付那些作亂的弟子 還來解決你啊 公子魂 你們今年這麼早都現身 我都還沒玩夠呢 此處可是春教誓焉之地 此容得你四億萬為 但你們今年可是找到一名好的弟子啊 可以給我替我好好栽培他啊 唉這群小子變那種頭疼 你就別找麻煩了 綠天琳 石坤 我們退開 可惡 可惡啊 似乎快聽不到聲音了 方才將氣息耗盡了 喔 春教時間結束了嗎 這裡是地子房 天妮兒 生殖已無大礙了 維斯已經以粗通筋脈穩定內襲 只要再條件一陣 變得恢復如初的 我比較想問這個欸 公子魂嗎 維斯只能說 他與夏眼格有著很深的淵源 但並非現在的你應該擔憂的 除天幣已腐衰完 變沉默良久 那神姐師傅意齊了往事 卻不願多說 春教已經結束了嗎 我怎麼會在這裡 是的 因為在一個時針前 春教誓言便已結束 綜斯身正在外頭廣場 宣布春教的結果呢 是大黃師傅帶你回來的 當時你身受嚴重的內傷 如何交換都沒得心轉 維斯推測 應該是你的身體 突然承受莫大的內力激擋 超出負擔 這才昏絕不行 另外 這是中衛你特殊 特殊體質調製的單藥 你好好說著 往後 你能感到內襲混亂 自愛 便浮向他 但能及時為你緩解 甚至救你移民 葛主是 葛主是如此和矮 但最後還是沒能喝到 徹骨泉水 通過徹骨試煉 是時候告別小影格 回村園村去了 沒能完成試驗 是我人生大漢 要想哪一個啊 天妮兒 徹骨試煉 有象徵的意義 你明白嗎 這道試煉象徵的是 不退縮 與不言敗的意志 在身上修煉中 你與夥伴 相互信賴 合作無間 對他主弟子 也能展現人意精神 而徹骨試煉 縱使面對強敵 也想提升 解救友人的決心 以及未曾退去的堅強信念 一定充分展現了 你擁有成為人小的姿子 一天你 歡迎你 成為小影格的一份子 天妮兒 你的前職無窮 但要記住 人心為先 狹義方程 這句話 為小影格的教學宗旨 也是維持對每位子弟的期許 萬里記住這句話 潛心修煉 並且尋得屬於你的俠盜 那聖子儀 儀無恙 變到三峽村 與夥伴我們會合吧 我也是聽說 你們晚上要辦慶宮殿 可別缺席了 四格主 經過楚格主 有師父道文師父的審核 今年通過村教的地址 總共有十二人 分為小影格的段紅兒 日月雙中的鍾諾希 無門無派的狼飛煌 竊天巫的成庸 背荒諾的石坤 天生體質特異的一天靈 以及區域門派共六人 有師父 也根據各種表現 及擁有的負荷數量 發放獎勳金 給輔禄格的弟子們 這筆獎勳金 作為近期的開銷 音感頗為充裕 必須先控除性供應的花影 就死了 特 好 收集五枚以上的側骨護符 好 一姑娘啊 你可總算來啦 一姐姐 你甚至還好嗎 忘了看兩位師父的神情 還以為 不必擔心 以無大愛 啊 一姑娘身強體健 肯定沒事的 楚歌主不僅劍術拔群 衣術招也相當深厚 想必無需擔心 既然一姑娘沒事的 就趕緊入座吧 我先敬你一壺 大師父 這位心道客觀 要來你追手 呃 酒水嗎 一坦酒一百二十千 不用了謝謝 哇靠 我有這麼多錢嗎 每個人加一坦 記我賬上 好貴喔 哎呀 翼姑娘這麼大方 我狼飛黃可是不會客氣的唷 翼姑娘 這怎麼好意思 那就多謝翼姑娘了 趕緊有再請你吃四川名產 不過 三峽村戰地雖小各式店鋪雖一咬盡咬 事財一路走來 佐指看得目目不暇給 是啊 處理酒樓 村中還有許多有趣的去處 像茶館 打鐵鋪 昆君廟 戲檯 花房等 另外還有相當事情歡迎的處手 一處名叫圓花台的崖上石台 圓花台 好美的名字 哈 那是來那邊喝酒邊欣賞風景 到底比有一方趣味 哎 藍大哥就只想喝酒 對了 紅兒姐姐 剛才聊到三峽村的故事你還沒開始說呢 是了 要說到三峽村的故事 可以得從二十年前將西一帶發生嚴重匪亂說起 什麼 還要講歷史啊 藍大哥你別插嘴嘛 紅兒姐姐才剛開始講呢 當時 此地居民身受匪賊迫害明不聊生 謝好三位俠影格門人挺身而出 擊退匪賊更協助此地百姓重建家園 百姓為感念三位俠士的救助之恩 所以將此村命名為三峽村 那位俠影格的門人 因而獲得碎寒三峽的名號 從此廣傳於世 碎寒三峽 這是優秀的格中前輩呢 希望有一天能夠見見他們 其實鍾妹妹已經認識其中之一咯 咦 真的嗎 這位是誰呢 艾德瑪布勒霍坦師傅吧 我猜的啦 那那那那那那 猜格主主天壁 一貫然反應真快 這位三峽正是我們儲格主與他的兩位異地 原來如此 這麼爽起來 當年的儲格主只比我們大一些呢 原來儲格主年紀輕輕被傳出這等名號 有朝一日我狼飛煥也留下這樣 響蕩蕩的俠米 其實說不定我們很快就能見到 碎寒三峽中的另一人呢 另一人 這次又是誰啊 關於這個就讓我們賣個關子吧 好兒姐姐 故事別講一半嘛 咦 那這麼晚還這麼熱鬧啊 啊 張姐姐 原來也還在外頭忙啊 哎呀 你們是心經弟子嗎 竟然又過了一年啊 時間過得真是非快呢 我叫張龍 是村子的鐵匠 你們好 啊 你好 初次見面 原來是鐵匠啊 真看不出來 哈哈哈 嘿 我時間死了兇 以後有點麻煩張姑娘的 不必客氣 要是有兵器或護具的需求 隨時來找 打理部找我 客官 這邊替你上酒 人到期 久也到期 我狼飛黃 先乾一壺 終於通過春教 可以鬆一口氣了 但這也意味著在狭隱閣學習武藝的日子 就正式開始了 隔中每年都會舉行下教與東教 檢核弟子的修煉成果 此外 我們也將面對更困難的拆遣 下教 東教 還有拆遣 感覺比春教還艱難許多呢 周妹妹別擔心 只要我們愛步就班 進行修業 就一定能通過檢核的 對了 周妹妹 方來聽柳師傅說 我們已經是正式入閣弟子 今後可以使用走行的藥巢域了 柳師傅還說 第一次使用的是無需護費的 待會兒我們就去好好泡個澡 放鬆一下心情 啊 好啊 當然好 晚了一個多月 真的該好好放鬆一下呢 之前我也聽吳大哥說過 泡完藥草獄後 做任何事情都很失望公佩了 我早想去泡了 泡澡後不能鍛鍊 洗衣舞 猶豫才是頓獲得更好的效果 一起演 一起來吧 我比較想一個泡 啊 成兄 咱們一起泡個湯吧 好 就這麼說定了 現在咱們便拋開一切食物 好好慶祝吧 好好的慶祝吧 哇 選女生就對了嘛 各位 各位觀眾 選女生就對了 泡澡藥草率裡 身心都得到舒緩 真的放鬆了 是啊 這些日子的緊張都一掃而空了呢 我帶他一起泡湯 顧過了愉快的夜晚 香 沾香 正式成為蝦影閣入門地址 今後的日子究竟會如何呢 今後中需要休息 可以進行休息 使用泡澡的方式可以消失疲勞 好 主位弟子早上好 維師在此恭喜各位通過尊教 正式成為蝦影閣之地 而維師成為閣主 今日將由維師傳授各位蝦影閣的根基心法 望如絕 前些日子 維師曾提過東方祖師的立格宗旨 破除武林根深蒂固的門戶之劍 消滅各派間無謂的鬥爭 但破除門戶之劍 談何容易 且不論商家久了之處 祖師作風各有好物 當作武學功法便是各家製成一脈 難以農會 東方祖師有見於此 人浪跡天下 精神與各派名秀較量論武 對各派武學有了透徹的自理解 最終在此地如山苦思樹仔 才悟出這套望如絕心法 此法易於入門 人依習練之武 之武意調節體念刑器 強促死之益強 弱促予於補足 不論各位來自和門和派 以後都能放心休息 隔中各門武學 爹也和我說過 各派功法刑器方式都大不相同 隨便練功可能有危險 但是有這門武功夫 練習其他門派的武功 肯定就 肯定就 安全了吧 體內行器練功功法 只專業招式套路 果然還是不夠嗎 此功法是要訣 出自書師一首名詩 在座可有地址想拆上一拆 是出自哪一首詩 閣主 說起爐山 肯定是那豪氣甘雨的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銀河落九天 嗯 此句出自萬盧山瀑布 雖然所述的確是盧山 但作者為師仙李太白 並不是蘇絲 什麼 閣主 說起蘇絲 是不是那首大江東去 亂掏盡千果蜂牛人物 那是蘇絲的刺骨 勢壁懷骨 但是很可惜 也不是正確答案 嗯 蘇絲和盧山 小時候爹好像有教過我 好像是什麼盧山 什麼風 還是什麼風 什麼盧山呢 閣主 是 橫看城 撤 東南 無老風 一個是 有四個嘛對不對 一個是跟中國人講 一個是跟閣主講 那麼 跟中國人講 增加好感度 應該四個吧 橫看城 城領撤城峰 啊是就是那首 閣主 是不是橫看城領撤城峰 遠近高低 各不同呢 不錯 正是 正是這首提西林壁 你是來自日月山中的中落西中姑娘吧 令尊 果然將你摘牌的很好啊 天音姐姐謝謝你 你真是個好人 橫看城領撤城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各門各派的功夫 本是藉由不同口徑來達成聰明內襲之目的 或遠或近或直或彎 如同從不同方向跳腕如山 繼而產生出不同的樣貌 歸根究底 不過殊途同歸四字 或重家之同 存重家之意 便是萬如爵的核心 現在請各位近思冥想 將豬脈之氣流匯於丹田 丹田氣海之中 丹田一陣之熱 周生氣脈流轉無礙 似乎已掌握了萬如爵的運行訣竅 今後如果閒小可進行習武修煉心法 望如爵了 哇好厲害 當真有股熱氣從體內上發出來 啊我終於學會第一套心法啦 各位做得不錯 而望如爵的根基 不只能放心修習各門舞學 也能修習更高深的心法 各位作為蝦影閣子弟的習武之路 如今也正式展開了 對於正式路閣的弟子 本閣每年就會舉行下教育東教 簡合子弟的修習狀況 與新生村教不同 下教東教是實際到江湖上出向腐落 並完成師長奠定的目標 遇險之時 若無印不經 亦獲意識大意 皆可能陷於性命之為 這… 閣中烤教這麼危險的嗎? 徹古拳這夠我受的 這位也無需過於擔憂 往後大型烤教 就會在閣中弟子阻罪行動 只要請與自身修煉 並且與夥伴培養充足默契 相信各位都能平安通過考驗 各位會遇上的下一個大型烤教 是六月上旬的下教 好好準備吧 另外 另外 在校教之前 五月初的敦五十節 將決行半年一度的四億大會 會中將與其書畫四種記憶 進行同載間的評比 諸位可以自由選擇上場的項目參加 易險長才 四億大會為隔中弟子自主舉辦的支社會 五官五役 五役考核 但我也是相當鼓勵諸位波時參與 在盡情五役之餘 多方設立友誼 與同載共樂 這就是五役值充足大會 至於戰衝 本群開始在收養到九十點 可以隻是斷紅鵝 進行交友 喔 本群開始建議到九十點 可以跟 喔喔 好 九十點喔 葛神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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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自己到這邊好了 先選個檔 好,那喜歡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跟FB 謝謝大家自己收看,拜拜